欢迎来到肖战NewsCenter频道,请订阅频道,大家不要错过当天肖战的新闻,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,关于肖战在米兰时装周看秀登上市区第一的话题,引发广大网友热烈讨论,实在是值得国内民众引以为傲。 然而,有些人却罔顾事实,恶意抹黑称其他明星受到了更高的待遇或影响力已经超过了肖战。 对于这类言论,我深感无语。 肖战身为中国主流明星,受到了世界各地媒体的圣赞与追捧,但在国内却受到谩骂和质疑,着实令人费解。 这般心态,何尝不是因极度心作祟导致三观禁失? 无论在哪,肖战总是一只独秀。 他在时装周上,身穿六套超级服装,两次均坐在CEO旁边,吸引了众多摄影师的关注,共有466篇相关报道广泛传播。 这样的殊荣,除了他以外,恐怕无人能够气急了。 作为内娱的唯一代表,肖战无疑是名副其实的超级巨星。 尽管恶意诋毁无法改变这个现实,但所有人都能看到那份属于他的特殊待遇。 不论您如何试图涂抹或灿改真实数据,欺骗自家粉丝尚可,但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却是血亮的。 肖战作为市区常客,远赴国外是为了给祖国增添光彩,这样的人才,我们应该更加珍视。 那种无休止的诽谤只会让人心生不齿。 肖战的海外人气无庸置疑,无论是国内外,他都是当红炸子鸡。 凭借精湛的表演技艺,超凡的商业价值以及被时尚界的宠幸。 肖战成功立足,不仅获得大众的认可,也赢得了高奢品牌的厚爱,样貌出众,气质优雅。 肖战以独特的魅力,获得全世界的瞩目,成为那于近年来唯一一位极星光、流量、实际于一体的巨星。 从外国人对他的评价中可知,自信、礼貌、优雅、娴熟、细腻,正是他们对这位中国巨星肖战的赞誉。 他们极为欣赏肖战所展现出的即兴创作天赋和社交沟通魅力。 至于那些诋毁之人,我劝你们还是收手吧。 想要的东西就去拼搏,不要走偏锋这才是真正的道理。 千万不要自我否认,没本事取代肖战只让人觉得好笑。 感谢您观看影片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,以支持我们。